道教里面看很多啊 中葵式 这属于中葵式 他有时候是提 提一只脚的 就是这样子 这种属于中葵式 中葵跳斗 中葵跳斗的式 八卦剑里面 很多东西是 道教的科医里面的 标准动作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 这个是不是有 很多只是道士在做 没有做那么满 他们可能就是做这样子 可能就做用这个来画 可能就做这样子 这种式子 都是属于 都是属于道教科医 科医里面的式子 哦 所以要把它 要把它练出来 它为什么是科医里的式子 一些式子 为什么是科医里 科医里里面的 因为早期这些式子就是一种 符符符号 早期这些式子就是一种 人跟天沟通的一种符号 这个 这个就是一种符 符号 所以你要做出来 这个式子做出来你要有一种 跟天相合的 天人相合的 天人相合的 这种的意 这种意识 懂得吗 不是一个随 随便版 不是 哦 像这种是属于 我讲这种 这种都属于中奎式 你要中奎 你看你 你这样子就没有中奎样啊 是不是 哦 你看画的那个中奎 中奎是什么样子 所以当你做出这种式子的时候 你要中奎式 这样的式子 你要你那个精神要出来 看不懂 剑是练神的 剑是练精神的 为什么这个可以练精神 那么懂 剑尖是一个原因吗 还有一个原因 包括剑里面很多科疑的式子 啊 啊 再试试看 所以这个是龙 跟你们讲了 这段是龙 要记得龙是什么样子 龙 电影里面或画龙入海是什么样子 从海里面 哇 起来是什么样子 再巴 从天上 再入海 哇 整个起 起来 啊 看到吗 要有那个感觉 你练这个剑龙才会上升 龙就上升了 所以你这个日月灯会像天的东西啊 像你以前要祭天 要拜天 你的力量跟精神是方 当然是像天啊 你不能这样子啊 你这样到底是祭天还是祭地啊 你这个精神要给天还是给地啊 是不是 他是朝天 天的 朝天的就是这样 你的整个事整个神就是那样 这个是给天的 这是日月灯会啊 是朝天的 所以你是这个事 所以这个他就不是古术 他他就不能这样 他就不能这样 他就不能这样 他不懂 他是整个东西来 日月 这样子 所以不能这样子 所以不能这样子 他也不能 他也不能 哦 他不是 他是全部都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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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懂 这是这个是 哈妈日月之yst 会往一边日一边月 по一边日一边月 edges 哈妈 嗯 我